好,接下來我們來講導覽的部分 來,我們先請各位看上次的部分 有問題的話我們等一下再問好嗎 這樣子的話,大家能夠專心先看那個部分 助教先等一下再回答 對不起,因為就是說進度的部分我們先看 你們到時候這一塊沒有知道了 然後面對我可能也才是問題 好,接下來橫幅OK了之後 接下來就是導覽列的問題 那導覽列吧,這個格子太小了 接下來是大文字 如果你覺得格子太小,你想要把它撐高一點點 別忘記了,底下這裡是屬性 這裡是屬性 你點到這一根的時候,這邊有屬性 其中 這一個 是 寬 寬我們不要設定它了 現在重點是高 在這裡 比如說有個高設40 對嗎?就至少有一個 放肥出來 這樣的字才不會太擁擠 不要忘記我們那個字 不要去跟上面的圖貼的開啟 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開始設計了 設計的話 當然 我們可以簡單的可以做簡單的 複雜的 我們可以再加CSS 所以各位自己看要做到哪裡 不一定要做到多多一樣的 複雜的CSS 我們先從最簡單的 只是單純 打幾個文字 就是導覽列的那些項目進去 所以呢 就這樣子喔 通常我會習慣打一個直線 直線 其實就是上下兩個橫槓這個 我打一次給各位看 這個東西 直線 可是這個直線在哪裡呢? 在各位的Enter鍵上方 各位的Enter鍵上方 但是你要搭配Shift鍵 再去按那個鍵 它其實是上下兩個線段 OK 好 然後呢 比如說上次有跟各位講 第一個要做自我介紹 好 然後再空一格 再一個直線 再空一格 比如說呢 好 這個是叫做美食 美食抱抱 好 空一格 斜線 再來 直線再來 比如說呢 那個 比如說美食攝影好了 甚至你可以說美食攝影集 好 然後接下來 比如說 下一個是 呃 好 好 好站 比如說好站推薦好了 都可以或者 欸 哇 對不起喔 我有點跑掉了 重來一次喔 美食抱抱 然後呢 然後呢 美食攝影集 然後比如說好站連結 你不一定要寫個好站連結 喔 你可以是 那個什麼 美食搜尋 美食特搜 特搜站好了 你可以寫一些比較 特別的文字嘛 好 然後呢 接下來 那個什麼 那個聯絡方式 或者是站 那個聯絡站組 好了 OK 最後 欸 不是已經五項了嗎 最後 請一個 叫做 回 首 耶 OK 先打文字上去 好 然後呢 來 文字可以慢慢打 沒關係 接下來呢 別忘記喔 要 你先把 連結先設好 因為 這都是要你自己製作的網站 這都是你自己製作網站裡面的網頁 所以你要先想好 這幾個網 這幾個連結 先想好它的檔名要是什麼 當然呢 你可以取複雜一點 比如說自我介紹 就叫做 myself.html 美食抱抱 就是 比如說report.html 然後攝影期 photo.html 特收在 link.html 那contact.html 你也可以這樣子 但是你也有用最簡單的秘密方法 就要自我介紹 好 你就取名叫 來 網址 打在這裡 連結 或者是各位英文版叫link 你要先反白 然後 再連結這邊 打網址 你先把名字先想好 而且最好記起來 你最好記起來 比如說 第一個叫做 自我介紹 好 那你可以取名叫做 我說 如果你要複雜一點 你就myself OK 那如果你真的要簡單的話 你就 item1.html 第一項 好不好 然後呢 第二項是什麼 美食抱抱 好 美食抱抱 如果你要複雜一點的名字 然後你就比如說 那個什麼 那個 比如說 那個report 好不好 或者是 隨便 各位或什麼news啊 都可以 各位自己去 看一下 那如果簡單的命名法 你就取名叫item嘛 item2.html 看各位自己選擇 好 那比如說 美食攝影集 好 那你就 photo.html 那或者 最簡單的名稱 就叫做item3.html ok 然後呢 接下來是 那個什麼 比如說 那個美食特收站 美食特收站 好 那這時候 是因為連結的部分 link.html 那簡單的話 你就取名叫item4.html 就這麼簡單 然後 接下來 聯絡 贊助 好 那當然就是 複雜一點 你就寫contact.html 那 簡單的 你就item5.html 也可以 然後 最後 回首頁 你就取名叫做 index.html 別忘了 第一頁 在很多的站台 或者是你申請了一個新的網頁空間的網站 基本上大多數 你要可能要去問清楚 你租的那個站台 的首頁 定為哪個名稱 你一定要知道 你就去取那個名稱 因為有的 我先講 有的 它的寫法是這樣子 default.html 按一個的叫index.html 但是也有的叫做 index.html 沒有l 這個各位都要去 如果你有租站台的話 你要去了解它的 然後呢 好 我現在就用index.html 但是呢 你不要說簡單的 不要再取什麼item6 不是喔 首頁一律 既然你知道首頁叫什麼名稱 你租外面租的站台 首頁叫什麼名稱 就有時間用它這個名稱 其他頁的 你要自己取名字都ok 但是首頁叫什麼 你去問好 你原來的站台 你申請的站台叫什麼 那現在會不會沒有站台 那起碼我們就一般 用一般同用的 index.html 所以各位知道這些名稱之後 各位別忘記了 一項一項的翻白 去設 myself.html 打完了之後別忘了按 Enter 連結才會連上 這邊你看有沒有看到多一條底線呢 再來第二個 而且各位有沒有看 設完超連結會變藍色 加底線 第二個美食爆爆 一樣剛才我說report.html Enter 別忘了 第三個 反白 再去連結這裡 打名稱 photo 點html Enter Enter 第四個 到連結 好 最後回首頁別忘了 回首頁的名稱叫做 index.html Enter 就把所有的連結 都打完 好 好 請各位做一下 好